歡迎收看電玩宰祖佩 Super Mario 馬利歐賽車實況家庭賽車場 你也入手了嗎 雖然說台灣沒有代理 而且誤我家也不夠大 但是為了它全新開發的功能 我還是決定要把它買下來了 你有猜到是什麼功能嗎 在10月16日上市的 馬利歐賽車實況家庭賽車場 在之前就被開玩笑說是 喝啞人的遊戲啦 畢竟賽道至少需要 三坪左右的空間 而且賽道製作也是有點難度 所以官方日前公開了玩家 該如何製作賽道的指南影片 應該是想讓玩家 戴起自製賽道的風潮 結果在日本推特上 玩家紛紛上傳自己 遊玩遊戲的影片 不過卻加入了家中的 另外一個主角就是寵物啦 看到家中可愛的貓 追著遊戲中的賽車 或是變成賽道中擋路的大魔王 還是狗狗想盡辦法 要咬到車體死命跟著的模樣 瞬間讓這個遊戲 有了新的功能 沒錯就是拿來遛寵物啦 不過這車體的損壞率 可能會大幅提升 成本有點高 為了自己心愛的寵物 如果車壞了 那就再買一組吧 VARIO SET LUIGI SET D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